第一届中国电影金击奖颁奖的那天 我出生了 爱电影的老爸 高兴得就像是他自己拿了金击奖 抓住那天 我一把握住摄影机 这似乎注定了我这辈子跟电影结缘 小学时 我就拥有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照相机 开始用影像记录生活 有朝一日能捧的金击 成为我最大的梦想 我把别人用来玩耍的时间 都用来琢磨我热爱的电影 我立志一定要考上电影学院了 电影教我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现实中可没那么容易 梦想不考验个九九八十一难 那还算梦想吗 我如此安慰自己 不过 我的生活离不开电影 追梦电影的路上 不经意间 总有意外之喜 这一年 我邂逅了同样喜欢电影的她 像爱情片中的桥段那样 我们真的走到了一起 来 妻子在生活中和镜头里 都是我的最佳奴术学 我自己鼓到起电影来 虽然不那么顺利 但人保着劲儿 毕竟 爱表家一样 有什么呀 这样行吗 天啊 中国电影在改变着 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姿态 影响我们 激励我们 尽管从最基层的工作干起 但我是幸运的 有人问冷暖 有人端鸡汤 因为他们的理解 我的梦想住进生活里 念念不忘 避雨回响 金鸡奖来到了我的身边 尽在知识 我以后也要像爸爸一样 去拍电影 中国电影家协会宣布 金鸡奖未来十年落户厦门 这也是金鸡奖首次连续十年 都落在同一个城市 向所有获得提名的影片 和所有的创作人员 艺术家致敬 这次拿到金鸡奖 要谢谢我的妻子 我的女儿 还有我的制片人 谢谢你们 获得第32届 中国电影 奖杯送过来 奖杯送过来 快点快点 你收到 最佳故事片的事 直到这一刻 我才发现 梦想的重量 没有想象中的沉 但真的比想象中的美 父辈向往它 我们追逐它 未来我们的孩子 以及更多人实现它 因为有梦 所以追光 面朝大海 无限未来